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目标五 性别平等 具体目标 5.1 在全球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 5.2 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 包括贩卖、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剥削 5.3 消除同婚、早婚、逼婚及隔离等一切伤害行为 5.4 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 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政策 在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 5.5 确保妇女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 并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 5.6 确保普遍享有性和升职健康以及升职权利 依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 5.5 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 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 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获取金融服务、遗产和自然资源 5.B 加强技术 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 以增强妇女权能 5.C 采用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和有执行力的立法 促进性别平等 在各级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 在此次大流行病中 妇女遭受了最严重的冲击 而她们也是社区恢复的支柱 每一项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计划 综合恢复措施和资源预算 都需要解决大流行并造成的性别影响 这意味着 1. 将妇女和妇女组织纳入 2019冠状病毒病的应对计划和决策中 2. 将不平等的无常照料工作转化为 适用于所有人的新型包容性护理经济 3. 在制定社会经济计划时 着重关注妇女和女童的生活和未来 联合国妇女署已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快速应对措施 旨在减轻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并确保她们能够受益于长期的恢复工作 主要关注以下五个优先事项 1. 缓解和减少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性别暴力 2. 使社会保障和经济刺激计划服务于妇女和女童 3. 确保人们支持并平等分担照料工作 4. 妇女和女童领导并参与2019冠状病毒病的应对计划和决策 5. 数据和协调机制应体现性别平等视角 2. 妇女童领导并参与者 3. 妇女童领导并参与3. 妇女uct 5. 妇女 婇女 妇女 en亿 1. 妇女 妇女 4. 妇女 我民主